这里边是个电源 咱们剪开 看一下能不能把它修好 先应急用一下 这是LED灯的电源 故障现象就是灯闪 看这个电容 这是300伏的绿布电容 这个腿已经漏液了 侧面看有点发骨 准备测量一下它的容量 调到电容档 调到100赫兹 电解电容调到100赫兹 咱们直接把它拆下来测量一下 400伏15伏发的电容 直接看容量 批发级的挑变 没有容量 咱们再录测量一下 这个输出端 200伏6.8违法的 7.9违法 地址0.5 地址有点高 拆掉测量一下 直接测量 6.2违法 地址0.09 正常的 拆掉测量更准确 50伏4.7违法 5.9违法 直接拆掉 直接测量 2.8违法 地址0.5 锁定 看一下 这个换掉 地址有点大 涨了两个 这个是400伏22违法的 咱们测量一下 18.5违法 地址0.04 然后这个 这个看着这么小 它也是内压50伏的 50伏4.7 4.5违法 地址0.06 换上去 这个已经接上灯了 咱们看一下 通电 好 亮了 不闪了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